韩国瑜以一个外省人之姿 入主北农 又来当高雄市长 背后有派系的支持 而韩国瑜有国民党传统派系势力支持 也能号召庶民 是特例 但是 韩国瑜所代表的深蓝与本土蓝 是高级外省人及高级本土蓝不喜欢的 我13年前写过一篇 替李登辉宋楚瑜翻案 国民党党魂是不能说的秘密 简单说就是 当年吴志阳选上县长 他的立委空缺要补选 经补充操盘选举根本不问派系 直接派陈学胜参选 结果当年选举有无视宗亲搅局 民进党立委果然当选 当年 我还跑去陈学胜的blog去问他无视宗亲的问题 他则说个人努力不够 因此 我当时就说 国民党就是聚合地方派系 靠利益在一起的党 不然以国民党过去的黑暗历史 台湾人支持台独 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 怎么还会加入国民党 金浦聪完全瞧不起派系 侯友宜 情是警察出身 看遍黑道 怎么会瞧得起这些在江湖走跳的国民党人 所以 侯友宜要跟韩国瑜和解不可能 因为除了侯友宜旁的年轻幕僚 与年轻势力瞧不起韩国瑜 金小刀也瞧不起派系 侯友宜更不会跟韩国瑜背后 那些可能坐过牢的地方势力河流 而韩国瑜背后的深蓝 老早就被金小刀看扁了 考古一下 赖信鱼能当上陆委会主委 马英九2006年说 台湾前途台独也可以是选项 背后都有金小刀的影子 而当年不管国民党多么把深蓝当垃圾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灵珍 还是于新同盟会演讲中说 这次不管含泪 含恨 含血 都要投给马英九 这也就是说 金小刀吃定国民党中的深蓝 纵上 这些我都说过 国民党就是因利益而结合 因分配不到而分开 金小刀把深蓝当竞篮 但时代已经变了 老深蓝凋零殆尽 菲律还有柯文哲可投 金小刀这次就不了侯友宜 至于过去许多人与韩国瑜的恩恩怨怨 其实也反映出 他们根本不只瞧不起韩国瑜 也瞧不起韩国瑜支持者 投韩国瑜一票的人 不一定是他100%的支持者 但2024年 这些人如果还想投票的话 大概的流向就是柯文哲了 毕竟 柯文哲懂韩国瑜说的话 票多得赢 他连蓝绿夹杀的中东井都去雪中送炭了 柯文哲的杰癖跟侯友宜金小刀是不一样的 Blackjack 2023年7月6日 自然而言 他人们不在乱人 不在乱人 他人不在乱人 没乱人 无论 这些人不在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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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向 他在乱人 不在乱人 不在乱人 有点 这些人不在乱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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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